市長想問一下 關於這個長江陳吉雄說啦 柯市長您在第二任期的都根效率比第一任期差 到了選舉可能才會把所謂的民間獎勵拿出來 另外他也喊說如果當選市長 四年內要推動完成兩成的核定 你認為這有可能嗎 那你認為說他最近頻頻像是內湖啊 交通啊大巨蛋都根等等 這三件好像似乎都是瞄準對準您 你會認為說他搞錯了重點 當然第一點要選市長的人 市長候選人對於現任市長的施政有所批評 這我也覺得合理啦 但是這樣啦 凡事也是相對嘛 就是說這個選舉又不是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好幾個候選人 只有他 我知道陳時中是很認真的在執行民進黨那個選戰策略 就是把柯文哲搞成第四組候選人 當然最多可以的話 甚至把陳佩琦變成第五組候選人 然後每天去炒作這種藍綠對抗 來拉桃他的盛事 不過常常是這樣 關於這個都根這個問題是這樣 台北市當然 我相信等一下那個我們都法局一定會發新聞稿 就針對他講的意義回覆 但是你要知道在過去這幾年 台北市的這種公辦都更 在六都裡面都是第一名 所以是這樣啦 我知道陳時中也許不太會顧候查資料 但這很奇怪 他不會連他的幕僚都不太會顧候查資料 所以有時候 那個資料準備的工作還是 最起碼這種 準備資料的能力還是要準備好 不然說連查資料都不會 等一下我們那個都法局會把 會針對他的問題相信的把資料恢復 來自楽器的那個 真的我們可以吃 我們就要吃另一半 我們要吃的